游览车车头直接销掉断开 整辆车都变形了 玻璃睡满地 潜破不堪 疑似是因为游览车驾驶 误闯高速公路下方寒动机车道 导致这场车祸发生 80岁的周姓男子就坐在司机座的上方 撞击后头颅破裂 当场死亡 家属被通知上车认识 没想到半个小时前的报平安电话 成为妇女的最后通话 大概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就到家了 结果后来接到的电话就是这样子 语言符要给他做80岁的大寿而已 整车27人 另外有14人受伤 分别送到高医 长庚 荣总等医院急救 事发就在20号晚间8点多 在高雄行进人武区水管路 原来是台速退休员工到阿里山一日游 没想到疑似因为驾驶不熟路况 强大的撞击力道才会造成事故 发现车祸很严重 所以当下我们启动我们急救的机制 来进行大量三病患的救灾 也经由我们现场减伤分类之后 送完四家医院 那目前都在急救当中 伤者情况及肇事原因 人带警骚进一步厘清 只希望都能平安午市 TVBS新闻最有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